1949年,随着蒋介石下野逃往台湾,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,新中国终于要成立了,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也成为了一件重中之重的事。 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是必不可少的人选,然而宋庆龄却开口提出了三个条件,这让伟人左右为难,宋庆龄究竟说了什么? 得知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,蒋介石又如何应对呢? 伟人对新中国的成立有着很宏大的理想,新中国是团结各族人民的一个国家,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,是建设新中国的执政党,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,共同致力于发展新中国。 政治局协商会议很快提上了日程,这个会议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,便是远在上海的宋庆龄。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,如果宋庆龄可以来到北平,参加政治局协商会议以及开国大典,这自然就否定了国民党的合法性。 他在民主人士当中威望颇高,从而也会有更多的民主人士加入到新政权。 我党也继承了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的一致。 孙中山在1894年发出的振兴中国,如今我党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独立解放,不再允许帝国主义对中国有一丝一毫的干涉。 所以伟人和总理将这个邀请孙夫人北上的重任交给了邓颖超。 一位同为女性,说话办事更为方便,同时也是对宋庆龄女士的尊重。 再加上二人早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相识,邓颖超欣然接受了这次艰巨的任务。 1949年6月25号,邓颖超带着伟人和周总的亲笔书信,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了上海。 到达上海当天,邓颖超并没有贸然上门,而是派廖梦醒先行试探。 廖梦醒是廖仲凯和湘宁夫妇的女儿,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,因而深得宋庆龄信任。 见面后,宋庆龄为难表示,北平是我伤心之地,我怕去那里,待我考虑考虑,想好再通知你吧。 邓颖超这样做的目的,也是让孙夫人心里有个准备,以表示共党的友好态度,孙夫人是智慧之人。 想到邓颖超没有贸然去见她,已经明白了邓颖超此行的目的,这样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考虑的时间。 第二天,邓颖超见到宋庆龄后,便将伟人和周总的信交给了宋庆龄。 信中说道,庆龄先生,重庆为教,忽近四年,仰望之城,与日聚集,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,建设大计,急待伤仇。 特派邓颖超同志,屈前之后,专程欢迎先生北上,静悉命驾立平,以便就近请教,致起误缺为判。 字里行间都是诚意满满,而此时,宋庆龄处境也是十分危急,国民党当局正在筹划劫持她离开上海。 中共地下党也正在帮助她秘密转移住所。 两人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结束会谈,邓颖超满心欢喜等待着结果。 可三天过去了,孙夫人却迟迟没有给出答复。 其实,宋庆龄之所以不想北上,原因有二。 其一就是前面谈话中提到的,北平是她的伤心地,自己的先生孙中山就是在北平逝世的。 其二,宋庆龄自然也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。 此去北平不仅仅代表她个人想法,更代表她的立场。 最终,经过我党不懈努力,宋庆龄决定接受这次邀请。 不过,对于此次北上,宋庆龄提出了三个条件。 第一,我到达北平后,不要举行欢迎会。 第二,愿访问张志忠个人,向刘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。 第三,事前不要通知任何人,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。 伟人听完前两个后心愿答应,但是对于第三个真是左右为难。 毕竟孙夫人的身份地位,不被迎接是万万不行的。 于是周总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, 便是我党拟定了一个迎接宋庆龄的名单,让宋庆龄进行选择。 这样既表现了我党的诚意,也让孙夫人受到尊重。 伟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才做出如此决策。 宋庆龄北上的消息,很快传到了蒋介石二中。 蒋介石此时非常清楚,如果宋庆龄北上,那么他的政权从法理上就宣告失败。 南京政府也不再是合法政权了,自此自己也会颜面扫地。 其实在我党邀请宋庆龄之前,蒋介石也曾多次邀请其前往台湾,但都被宋庆龄拒绝了。 宋庆龄身为孙中山的妻子,终其一生,都在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奋斗。 对此,蒋介石气急败坏,决定在途中暗杀宋庆龄,安排毛人凤实施炸火车计划。 然而,这个计划被宋美龄听到,她立即阻止。 宋美龄12岁的时候,就跟着宋庆龄去了美国学习。 在这期间,一直都是宋庆龄照顾着她的生活,姐妹之情自然坚深。 随后更是出来给蒋介石一句话,我们的失败和姐姐没关系,你要是想杀她,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 听闻此话之后,蒋介石思量再三,最后还是撤回了暗杀令。 毕竟宋美龄的话,在老蒋这里还是很有分量的。 就算蒋介石实行刺杀计划,肯定也是失败的。 伟人和周总早就为宋庆龄的安全,做好了铁路沿线安保工作。 宋庆龄坐上了前往北平的列车,伟人和周总前去火车站接见宋庆龄。 我党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,赢得了宋庆龄的信任。 在周总和邓颖超无微不至的照顾下,在中共中央细致周密的安排下, 宋庆龄最终放弃了原来只在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结束就回顾的计划。 中共成功力邀宋庆龄北上,不仅以国母的影响力聚拢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, 而且让民主人士云集在开国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颗星。 8月28号抵平后,在等待新政协会议召开期间,宋庆龄出席了一系列公开活动。 1949年9月21号至30号,他作为无党派人士,以特邀代表的身份, 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,并在会上发表讲话。 在这次会议上,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。 10月1号,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,目睹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旗, 他激动得热烈盈眶,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,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。 10月17号,宋庆龄在罗书章和邹涛本夫人、沈翠人等人的陪同下反抵上海。 以后,宋庆龄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,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, 他的地位和名望无人能够代替。 1981年,宋庆龄结束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, 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实测。